自從湯瑪士來到了多多島以後 他一直都很想去看看全世界 然後有一天 他終於等到機會了 湯瑪士小火車小幫手環遊全世界 湯瑪士的紐約之旅 湯瑪士要運送車廂到美國紐約市的布魯克里碼頭 他非常期待 他說紐約真是個好地方啊 真希望馬上就能到了 結果下一秒鐘眼前變得一片黑漆漆的 湯瑪士驚呼 哎呦我的鍋爐啊 是誰把燈都關掉了 隧道裡有車站 這時候他才知道他來到了城市底下 他說太神奇了 但是下面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啊 之後軌道開始往上走 湯瑪士看見隧道鏡頭有亮光 他幾乎 哇哦原來這就是紐約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的人 湯瑪士也沒有看過這麼高的大樓 他一時沒有注意看著軌道 然後就發生了意外 升降機把湯瑪士往上一直拉 一直拉 他驚呼 哎呦我的煤炭渣 不會吧 一個建築工人把三明治拿給湯瑪士看 我的牛肉三明治 工人都笑了起來 他們從來沒看過像湯瑪士這麼厲害的藍色小火車 湯瑪士也從來沒看過像紐約市這麼漂亮的城市 他說這才叫做人間美景呢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